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宋的20种好物推荐 那么我们赶紧开始吧 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 如果那画家十分高的话 你已给了我,已收了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不知道馒头怎么吃 今天小宋老师来帮你们化解这个烦恼 那么小宋来展示一下馒头的20种吃法 第一种 掰开吃 第二种 蘸汤吃 把香肠夹在中间 我把香肠夹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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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 馒头放进油锅里炸 打资金黄 老土即可 这馒头的20种吃法 你学会了吗 我把香肠夹在中间 你会把香肠夹来 不要走 我把香肠夹在中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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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是西藏 给我一分钟 让些流离失所 慢热的人和身附着我 天空是被我 融进暮色 这一刻好像倒错 慢慢晃过了日落 如果人群喧嚣的角落 幻想的生活 如果没有人打扰我 我都说你们做了一件事 我们要像种子一样 隆地 像突破 你看春天里夕阳就像玫瑰 怕烧无敌举杯 咖啡是云朵味 时间与我无关 就这样的天黑 智慧 美与美丽 帅气 香肠 热口 煎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理会 你别睡 天里夕阳 树下了玫瑰 怕上无敌举杯 可爱是云朵味 时间与我无关 就这样的天黑